大国一强了 现在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也要来输出他的理念了 透过联合国会议视讯的方式 致辞的时候 他推广的是共同富裕 那么你看他怎么说 他说各国要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 大家共同富裕才是真富裕 赵新看到这边 现在是怎样 是学习美国 美国最喜欢讲的是民主 推销他的民主主义 所以习近平现在是要推销 他都共同富裕 其实在这个过去长久以来 中国大陆的世界观里面 美国所谓的民主 那就是在国内里面 那实际上在国际上面 是一种剥削 是一种帝国主义 全球的帝国主义是什么 是其他的国家 是等于是用帝国主义被剥削 把资源集中在美国 那其他的南方国家受苦 其实中国大陆一直以来 有所谓的南方国家的这个传统 就是过去从周恩来 参加万农会议开始 我不结盟 我反罢 所以我的好不是把别人 压下去的好 我好是要跟大家一起好 所以习近平这样子的宣誓 其实是延续了中国大陆 我们刚刚讲的反罢不结盟 以及我们讲说 站在南方国家角度 而不是北方优势国家的角度 承担起让全世界一起好的 这样的一个责任 因为这个责任从川普时代 就退出了 美国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 所以这个是代表的是什么 中国大陆除了发展起来以外 他对于这个全球有一个比较理想的世界观 有一个让全球一起发展好 联合世界盟友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感 好 但另外一头呢 你看到的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美国现在告诉你说我回来了 还有呢对于WTO 现在美国也说 我们的确承认WTO很重要 我觉得其实啊介大使 因为我知道你其实对于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长期的关注 那么你说美国其实在当年三年前退出 现在又要回来 而且呢是不是就是要跟中国 来一个正面对决 也就是像拜登之前讲的 我要跟中国激烈的对抗啊 所以我要透过在WTO 甚至透过重回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 来达到他的目的呢 美国在这个国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跟中国大陆对抗了三四十年了 一败涂地这个不得人心 因为美国的人权观 跟全世界人权观有很大的距离 然后美国的人权观 美国的人权是他外交政策的工具 不是为了真正在推广人权 而美国事实上的作为 出了美国不要说在美国 美国内部我们先不论 出了美国都在残害人权 而且是用杀戮人的 把杀人的方式来残害人权 别的根本就不要讲 所以全世界一百九十几个国家 每次一投票美国都大输 美国一讲到联合国人权 就大输 为什么 全世界都已经看透美国了 尤其他玩弄人权 根本不是在保障人权 哎哟以前都大输 那现在回来呢 现在回来 大家很清楚啊 你拜登现在回来了 拜登先生你还能够当几天总统啊 2024年你又下台了 川普又回来了 不美国不又退出了吗 所以跟着你美国的拍子跳舞 干嘛 等你美国自己搞定再说 你美国的 你美国说来就来说久就走 现在又回来了说想要领导 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傻瓜 每一国家都清楚得很 所以我只要问一个问题 是 就是说你如果说拜登下 你如果好三年以后2024年 你这老先生选举又输了 川普又回来了 那美国又要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吗 那那个时候你现在讲的话算不算呢 你只有三年的孝 我干嘛要跟着你跑 你美国你只可能在三年 搞不好三年都待不了 谁跟他谁理他 所以换句话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呢 今天选了美国等18个新的成员 然后这些任期是从明年的1月1号展开 那介大使你的意思就是说 不甩你美国啦 就算之后是你美国又重新回来的话 美国只会 统坏也无法达成目的 美国只会借这个平台 在那边数落别 用来攻击他的敌国 他要推动任何议案的话 美国大概都推不过 因为要投票 联合国只有投票才能产生决议 美国在为什么要退出 就是说他推出的议案都投不过 所以拜登就在说 川普就在说 那我们留在这边干嘛 我们就走人啦 对不对 你现在川普又回来 可是美国的作风没变 美国的名誉不好 美国让人家不能产生信任 所以美国只会借这个平台 抓住联合国麦克风的时候 又对人家说三道四 然后谴责别人 他从来看不到他自己 在美国国内 有这么严重的人权的问题 在全世界 你看看上一次在这个阿富汗 临走的时候 还炸死人家一家十口人 对不对 然后有人负责吗 杀了十个人 他自己也承认了 杀错人了 那这不是最杀人是最重大的 最极端的违反人权 那为什么美国不负责呢 对不对 所以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啊 所以美国再回到人权理事会 没有用的 还是一样 公理自在人心 你是来这边乱的 你是来拿人权当工具 达成你国家外交政策目的的话 你永远得不到人家的支持 那所以推销共同富裕 大家比较听得进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理念的竞争 美国是说我要推销民主 民主带来了很多国家内战 然后经济不能发展 然后一团乱 对不对 可是共同富裕是很具体的 大家怎么样 改善老百姓生活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在国际社会上面 看谁的号召有号召力 所以今天习近平共同富裕 你美国再去叫民主 美国叫了几十年 叫了二十大战一开始叫 叫了半天 这些他自己的邻居 这些中美洲南美洲 每一个国家都越来越穷 然后他天天拿民主去要求别人 他有赏人家一口饭吃吗 没有啊 美国只用这个民主做工具 去干涉别人 去打击别人 去削弱别人 美国是美国第一 利益优先 我看到亮哥一直在抬头仰望 好像在沉思什么 其实我跟你讲啊 联合国有190几个国家啦 非洲就有54个 你再加中东 你再去加东南亚 就已经快要过半了 是啊 所以美国我们不要讲这个人权委员会 美国在联合国所有的周边组织 除了世界银行跟IMF 因为那个是用 股权的概念 那个是用加权投票 除此之外 他有哪一个委员会必胜 几乎没有啦 我跟你讲 大概顶多只有制作权 就是制裁权那个团体 是啦 我们举个例子 那个农粮组织 农粮组织是联合国最大的周边组织 那美国曾经派代表出来选 选那个秘书长 结果191票中国拿了108票 然后欧盟的代表拿了71票 美国的拿了12票 这只是举个例子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选举 是啊 所以呢 你就看出他实际上掌握不住 所以为什么川普对联合国那么讨厌 上前还没有给足了 对 他还欠联合国钱 是 没错 因为他觉得他掌握不住嘛 所以他只对世界银行 还有国际货币基金 还有那个著作权那个组织有兴趣 WIPO